据三朝辽氏实录记载 在天启年啊 在中前所这个位置 建起一座故城来巩固山海关防线 城设三门 南门啊 直队芝麻湾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插一句 大伙都知道的 东戴河那个既有结石城 又有江女坟的海湾呢 叫芝麻湾 其实不是啊 这古记上写的明明白白 那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 叫芝麻湾 您看那长番番古记 它有意思吧 净长点的这个没用的学问 走进古记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来这地儿啊 是辽宁葫芦岛的前所镇 在这里呢 有一座明代的古城 这座古城的名字 就叫做前所 实际上这个所呀 是明代的一个军事单位 这位所呀 是明代驻军的屯肯单位 一个位呢 是五千六百个战斗单位 一个战斗单位就是一名士兵啊 也就是五千六百名士兵 那么位都有什么呢 您想啊 这个山海关位 还有这个宁远位 再有呢 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天女位 再有呢 就是索籍单位了 这个索呀 它分千户索和百户索 这个千户索呢 一般是一千一百二十个人 然后这个百户索呀 是一百一十二个人 这前索呀 是明代在辽东地区设的 一百二十七个千户索当中 地理位置最重要的一座 这儿距山海关呀 只有三十里 如果这座兵营掌握在明军手里呢 那么金河宫退河守与山海关河随中城 也就是明代的时候的中后索 互为犄角之士 是绝佳的防御攻势 那么这座前索城 如果落到了后金军队的手里呢 这里就会成为来犯敌军 攻打山海关的基地 让这些远到来袭的敌兵啊 有休养生息的地方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啊 这座前索古城 这两种形态都经历过 他既抗击过敌兵 也沦陷成为过敌兵的基地 据三朝辽氏实录记载 在天启年啊 在中前索这个位置 建起一座故城 来巩固山海关防线 城设三门 南门啊 直队芝麻湾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插一句 大伙都知道的 东戴河 那个既有结石城 又有江女佛的海湾呢 叫芝麻湾 其实不是啊 这古记上写的明明白白 那个地方 在明朝的时候 叫芝麻湾 亦有可能啊 这个海岸线上啊 种过芝麻 亦有可能了 这个海湾非常小 也叫芝麻大点 您看那长番份古记 它有意思吧 净长点的这个 没用的学问 您发现了吗 这座军营啊 它是在天启年间建造成古城的 所以呢 它呀 根本不是防御关外的女真人的 它是为了防御北边的蒙古人 这座古城的建设阁曲 和明初以前的所有北方城池 都一样 设东南西三门 它唯独啊 没有北门 通常在城墙北门的位置上啊 都修建有庙宇 或者呢 是玉皇阁 多数的时候啊 是真武庙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传说啊 这蒙古骑兵啊 他心眼值 他从北边啊 骑着快马 杀到城下呀 通常就捡那离自个儿 最近的那面城墙往上攻 他们呀 没有心思绕着这城墙转三圈 找一个薄弱的还击再开打 不是有那么个词形容他们吗 叫直眼鸭子 不管这件事啊 是真的假的 这明军呢 是真信呢 还是迷信也好 所以呢 这北方的城池啊 基本上都没有北城门 为的就是怕呀 这些快马弯刀的蒙古骑兵啊 直接顺着城门队就杀进来了 嘉靖39年 也就是1560年的时候 前所古城 迎了他建城以后 第一次的敌军来袭 一万多蒙古骑兵在首领吴梁哈的率领下就打到了前所古城的城下 一通猛攻啊 镇守前所古城呢 有两位百夫长 一位呢 叫吴守绝 另外一位啊 叫黄庭勋 这两位将军呢 双双战死在守城战役当中 这前所古城的第一次战役啊 就闹一眉莲 输了 到了明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呢 这吴梁哈呀 与达达部合兵又来了 这次可没到着便宜啊 寄辽两阵的明军呢 共同出击 一块打退了这支蒙古骑兵 一日长两日短 重之十六年 前所古城迎来了他建城史上最浩大的一次战役 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 派出了正亲王齐尔哈朗 英俊王阿迪格远征关宁锦防线 大军城吹枯拉朽之势 一下子呀 就荡平了前屯卫 中前所等随中诸城 为这清军入关啊 扫清了道路 历经沧桑啊 这前所城的呀 已然不是明代驻军时候兵营的格局了 走在古城当中 他在这条石的永路上啊 五百年前的千户所 被定格在了这个时刻 城墙外呀 都包着青砖 中间呢 是夯土建筑 城墙外边的一层青砖啊 保存的上下还算完好 但是里边啊 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 人们看到的几米宽的黄土城墙 很多地方啊 土都没有了 只剩下外边包着一层青砖而已 青砖呢 巷里倾斜着 随时都有倒塌了的危险 但愿吧 祝福这座古城啊 它一直屹立在辽东大地上 继续见证这块土地上的沧海桑田 我这正琢磨呢 在明代晚期啊 这关宁井房间 曾经有一位女将军在此驻守 学徒我呀 倒是有心跟您聊聊这事 就是不知道您 是爱听不爱听 还是那句话啊 您要是喜欢听啊 您就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呀 边际边际 继续给您说书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挨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呀 明日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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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